好的朋友们 录一期在没有谷歌play的情况下 如何安装谷歌商店里的应用啊 谷歌play就是谷歌的应用商店啊 好比什么小米啊华为啊这些应用市场 我们打开谷歌play 先先声明一下啊 这种方法呢 它不是所有的就是谷歌商店里的应用都可以安装使用的 因为我们的手机上它不仅仅是没有谷歌商店啊 它还有还还缺少一个谷歌Service Framework 是一个底层一点的API 我们的应用都是在应用层的啊 这个谷歌Service Framework 它是在应用层的下一层的 它里边有一些API呢 我们手机上是没有的 就会造成它的一些APK 我们能下载下来 但是安装以后打开会闪退 这种情况呢 就是手机需要把这个谷歌Service Framework也要刷出来 就是好多人常说的什么谷歌三件套啊 然后我们以TikTok为例啊 这个一般的手机都是可以装的啊 它没有依赖那个谷歌Service Framework层的东西 具体什么应用才会依赖我刚刚说的这个API呢 这个看不出来啊 看不出来 只有当你下载项以后 在手机上一点它就闪退呢 那说明它就是需要依赖 因为一般这里边也不会写它需要啊 谷歌Service Framework的依赖 它是不会声明的 因为它默认你的手机就是已经有的 但是我们有些互联网受限制的地区呢 是用不了这个谷歌的服务器的啊 我们以TikTok为例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插件啊 这个插件 ABAPK Downloader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 我已经打开了TikTok 然后点击它 这个是在谷歌的Bloom应用商店下载的 其实还有另一种方法啊 我这个演示呢 只是为了说明一下 它拿到这些APK文件呢 并不是一件难事 它这里我们下载APK文件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安卓的安装包 .apk的文件 然后它这里有这个说明啊 需要安卓5.0加的 就是你的安卓版本呢 要是5.0级以上的 这里呢 有两种格式 一种是APK的默认文件啊 这个是安卓的 最开始的安装包 那个.apk的格式 然后这个插APK呢 它会多了一个额外的 obb的扩展文件 它里边可以塞一些 不需要打包到APK文件里的东西 比如塞一个.zip的压缩包进来 插APK里边啊 包含APK和另一个 这个文件呢 是有两G的限制 我们直接下载.apk的文件就可以 直接点下载 然后呢 这个APK就下载下来了 下载下来以后呢 直接在手机上安装就可以 通过USB或者是通过什么发送到手机上 然后直接点击 前提是要在手机里边设置一下 允许安装第三方的软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插件啊 它是怎么回事 这个插件呢 是在Chrome的应用商店下载的 我们打开Chrome的应用商店 直接搜索apkdownloader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插件啊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这会显示安装 然后直接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 无脑操作 它有10万个用户啊 然后这是一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还有另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啊 我们在这个网站上 apkpure 这个网站 它里边有大量的 就是谷歌商店里的一皮文件 我们不需要通过那个插件 来下载 然后它在这里边还有一些啊 像这种啊 如果在华为上安装谷歌APP 如何在你的安卓上啊 安装这个Google Play Store 但是我认为 它这个应该不适用于所有的手机啊 因为安卓手机这个品牌太多太杂了 有兴趣的可以按它这个步骤来试试啊 我们重点不说这儿 它这里边同样也是可以下载apk文件的 比如说我们那个tiktok 我们还是以它为例 拉到最底下 在这儿啊 下载这样呢 同样可以下载下来 前提是一定要看一下 它这个安卓的系统要求啊 然后架构的话 一般我们的手机都是v7的啊 v7 它这个是里边那个cpu的那个架构 v7的多 好的朋友们看到这里如果觉得有帮助呢 可以先按个赞订阅一下啊 支持一下 为什么现在说呢 因为可能到最后朋友们都跑了啊 人都跑光了 再说点赞什么订阅的 可能也没有几个人听到 然后他这个市场从这下载 它是不是安全呢 包括我们刚刚从这下的啊 比如说这个插件的话 他这里边有说明啊啊 是否安全 然后他这给提供了一个监测这个病毒的网站 就是监测这个apk文件是否有问题啊 可以在这里试一下 我个人认为是没问题的 因为因为他们也是从谷歌商店把这些安装包给拉下来的 就跟爬虫似的 你说他有能耐把这个安装包反编译出来 然后再往里边放一些这个有害的代码啊 有害的病毒啊这些啊 我感觉他没有没有这个能耐啊 因为反编译出来的apk文件一般都会做混淆都会有加密 你反编译出来的东西 你根本就是一堆乱码 根本看都看不懂 然后这个网站 然后他们也是声称自己的应用 是和谷歌play商店里边的应用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能看懂他真正的想要什么 就可以分析他是不是有这个目的 像他就是以广告来盈利呢 他这是个广告 我们分析他要干嘛 我们知道他以什么方式来盈利 我们就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啊 像这个他的目的呢就是广告 通过广告来盈利 这样是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网站的盈利模式 我们知道他要什么就能很好的应对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最可怕的还是一些既免费又好用的东西啊 而且还没广告 你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他通过什么方式盈利 我们都要对他有一点防范之心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站他是干嘛的 我给D百科查一下 我的视频希望大家都能有耐心的看完啊 他这可不是我随随便便在这里扯两句 告诉你们怎么怎么用这个东西 这里边都还包都会包含一些有用的信息啊 他是2014年成立的那信息很少 这种网站不止他一个啊 还有像这个我们直接点 谷歌搜这个apk 这个网站也是啊 他也可以下载apk的文件 像这种情况呢 肯定是谷歌啊 他也是默许的睁之眼闭之眼 因为有一些手机嘛 他是用不了谷歌play商店嘛 所以他这个也是另一种方式吧 就像有的盗版软件啊 能不能用他的盗版软件 你说他就真的没有办法把这个漏洞给补了吗 他们要做到这种事很简单啊 但是有的就是个人用的话 他们也就是睁之眼闭之眼 也起到了一个宣传的效果 也是培养用户习惯啊 一旦你习惯了这个软件 即便是现在你在白嫖他 但是以后你真的有需要想要使用付费版的 你肯定优先想到的 还是你熟悉的软件 好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说到这里了 还是那句话 希望朋友们有耐心 我的视频呢 希望有耐心都来有耐心的把它看完 不仅仅是口嗨啊 告诉你怎么用怎么用 我会把这个 我会把我对他的一些思考也会说一下 也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帮助吧 然后呢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麻烦 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支持一下这个频道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